超市刚开门 大人小孩争先恐后 还以为是抢什么限量商品 原来全是为了这款 由摔角手出身的美国网红保罗 和英国网红KSI联名推出的能量饮料 加上一瓶限量促销价1.99英镑 大约是75元台币 可是在网路上一瓶可以卖到20英镑 大约757元台币 价差高达10倍 拍卖网站上甚至还有人开价5万英镑 被质疑根本是饥饿行销 或许是全球物价涨不停 联名款饮料大家抢 南韩不少民生物品 新年后也将调涨价格 走进便利商店 罐装可乐从1900韩元 调涨到2000韩元 涨幅高达5% 另外牛奶等乳制品也涨价 冰淇淋业者表示 现在所有冰品价格调高 至少14% 尽管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美股四大指数全数收黑 创下2008金融海啸以来最差的年度表现 但分析师仍旧看好 明年通膨有望下降 可能结束升息趋势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